各位师兄大德 我是小赖 欢迎来到天天学习 天天进步频道 今天要分享的内容是 她为什么生了一个吃傻儿子 高人一余点破前因后果 今天的故事发生在一个小山村里 话说村里有一户贫苦人家 中年的母亲脸上常常带着痛苦的表情 尤其当她看到自己那个十多岁吃傻的儿子时 本来就痛苦异常的心又像被挣扎了一样疼 而小男孩呢 不是被东西扎破了头 就是弄得灰头土脸 让人哭笑不得 大便她也敢抓起来吃 尿她也敢端起来喝 真可以说是傻到家了 这位善良的母亲 以包容但仍有一丝不明的心情问自己 我前生究竟做了什么孽 跟这个苦命的孩子又有什么关系 不然 为何我也要连带受这份煎熬呢 母子连心 不管孩子怎么傻 她对孩子的爱与关怀是与生俱来的 但由此也更引起她的无边痛苦和烦恼 是啊 哪一个母亲 不希望自己的孩子聪明活泼又可爱呢 只是偏偏事与愿为罢了 因此她又常常感叹命运对自己不公 一天 有一位高僧偶然路过这里 这位母亲向高僧吐露了满肚子的苦水 高僧听完后 对这个可怜的女人说 与施主 请不要怨天尤人 古语云 中瓜得瓜 中痘得痘 你的孩子 在多事前非常的聪明 但可惜的是 他的聪明用错了方向 他不该从事毒品生意 贩卖大麻 鸦片谋取暴力 坑害许多人沉溺于毒品的深渊中 弄得多少人家妻离子散 家破人亡 害人即是害己 最后他自己也身染毒瘾而悲惨地死去 这位母亲又不甘心地问 如此说来 他前生已遭了恶果 可是现在 他 那高僧长叹了一口气说 唉 因为他一生所造的恶实在太多了 所以需要多事轮转为动物去偿还 另外 他所贩卖的毒品曾经仗毙了无数人的脑神经 因此此生当承受智障吃傻的果报 那位母亲痛心疾首地说 我可怜的孩子 报应什么时候才是个头啊 请您告诉我 我这个做母亲的 前世是做了什么孽 财连带受这份罪 高僧又长叹一声说 至于你 在那世是他的帮凶 虽然你不是主使者和决策者 但你却协助他执行了一些骇人的勾当 因与果有个业 贡业之分 各业由个人自作自受 独自承当 而贡业则由贡业者共同承受 由于此事因缘皆上网 你这个做母亲的和他就必须共同来偿还这贡业的债 与人听后自言自语地说 看来不是命运不公 谁也别怨 就怨自己 就怨自己 善恶的报应真是如影随形 丝毫不爽啊 昔日贩卖毒品 账毙人的脑神经 此生业力反转 自己承受被滞胀的果报 而这位母亲和这个滞胀的孩子 为了偿还前生贡业的债 在姻缘的驱使下 彼此虽然转换了不同的身份和关系 但巧妙地 却以这样的结合 来了结彼此该负担和无所逃避的责任和夜报 殷与果的纤细和不爽 令人在听闻这个故事后 除了有一种不忍的沉重感外 更多了一份警惕 殷与果不是不报 只是时候味道而已 好了 今天就分享到这儿 更多美文请继续关注天天学习 天天进步频道 也欢迎把我们推荐给你的朋友和家人 让我们一起在阅读里成为更好的自己 我是小赖 咱们下次节目再见